战国时代一个武士家族继国家 出生了一对双胞胎 但在那个年代 双生兄弟会争夺继承权人之位 被人们视为不祥之兆 弟弟元一 自身从被生下来额头上就有这印记 就是弟弟元一为不祥之子 将会给家带来灾祸 为了不让家中发生灾祸 原本其父亲想将元一杀掉 但母亲听见此事后 整个人愤怒到激进疯狂 在母亲发疯似的保护下 最后元一的性命得以被保住 但条件是元一到了十周岁时 必须送到寺院出家 两人从小到大 元一和他的哥哥严胜 两人各自住的房间穿的衣服 所受的教育都有着天壤之别 元一很早就发现母亲身体的异样 因为如此 元一始终离不开母亲 每次都紧紧黏在母亲的左侧 哥哥严慎误以为元一很喜欢撒娇 认为他很软弱 元一从一生下来就从未说过话 也没有笑过一次 因为不想给家里添麻烦 减少自己的存在感 元一直至七岁 全家人都以为元一是天生聋哑 元一的母亲便祈求太阳之神 能够温暖地照耀元一的耳朵 母亲甚至制作了日文耳式的护身符 给元一以求神明保佑 在察觉到母亲送给自己耳式 是觉得自己听觉有问题后 于是第一次开口说出 我听得见 因为兄弟之间的关系 父母两人时常为此争吵 元一住的是一个大小不过三平的狭小房间 哥哥严胜 每次都会趁父亲不在时来陪元一玩 元一十分珍视 他与哥哥严胜之间的感情 在元一看来 哥哥严胜是个很温柔 善良的人 因和元一一起玩 哥哥被父亲打了一顿 但严胜在隔天 还是将自己制作的笛子送给了元一 哥哥说 如果需要帮助就吹响他 哥哥就会马上赶来帮他 所以什么都不用担心 他用鼻青脸肿的脸颊笑折说 元一十分珍视这根笛子 这是他与哥哥情感的维系 将它视为珍宝 一直戴在身上 然而在七岁那一年 严胜在庭院练习灰刀时 元一无声无息地站在了怂目的树影之下 得知自己哥哥想成为最强的武士 那是元一第一次开口说话 熊掌大人的梦想是成为这个国家最强的武士吗 元一的声音稚嫩 却异常流畅 但严胜听后却很震惊 吃惊的一时忘记呼吸 手中的木剑也掉到了地上 我也想成为熊掌大人这样 我要成为这个国家第二强的武士 元一说完后露出了一个笑容 这是元一第一次见到元一笑 但却让他感到很不安 在元一心里想 武士是要拼命战斗的 像元一这样 一看到母亲就要黏在他身边的人 怎么可能成为一名武士呢 元一首次尝试剑术时 在只获得了简短口头指导后 他一瞬间成功击中了剑术老师四次 而且失去意识 这是元胜从未达到的成就 剑术老师虽然没有伤及骨骼 但是所被攻击的地方 事后都肿了起来 这令元胜惊讶不已 他自认为无论多努力 也未能做到弟弟的这番壮举 自那时起 元一再也没说过想成为武士 因为对他而言 殴打他人的感触太过不适 让他难以承受 元一却对自己拥有优秀剑术的天赋 不感兴趣 表示自己更希望和哥哥严慎一起玩耍 在严慎的逼问之下 元一说出了让人无法理解的话 敌人准备进攻时 肺部会剧烈运动 看清楚他骨骼的方向 肌肉收缩于血液的流向就可以了 在元一眼中 所有生物都是通透的 像他的胎记一样 这特别的视觉也是与生俱来的 严慎深感 若上天能将这样的天赋 赐予真正热衷鱼剑术的人 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 严慎原本认为自己是家族的继承人 梦想成为一名强大的武士 当元一展示出他的强大战斗能力后 使得父亲决定变更原来的计划 决定将家业由元一来继承 元一 严慎两人的待遇也逆转了 这对严慎来说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当元一七岁时 元一的母亲便因病逝世 不久元一向哥哥告别 只是临行前想向您道别 我会将兄长大人所赠的这只笛子 视为兄长大人 即使摇阁天涯 也绝不延弃 每日不懈锻炼几身的 对严慎来说 那是一只废品般的笛子 能吹出的只有走掉的怪声 元一却像对待珍宝一般 用布将它包起来 放进怀里 严慎无法理解他为什么如此高兴 令人不快 严慎没有回答任何一个字 但元一却带着满足的表情 元一深深地向哥哥低头告别 展示了他对哥哥最深的敬意和感激 然后 他踏着坚定的步伐 离开了这个儿时充满回忆的家 如果这个影片中 有任何一个瞬间触动了你的心 请给我们一个赞 如果想要知道 季国元一的更多精彩故事 别忘了订阅并开启通知 确保不错过任何新影片 感谢陪伴 更多精彩等着你 下个影片见 感谢陪伴 明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